而台铁因应正后华东地区的铁路交通运输 再度是以类火车游览车接驳的方式服务来紧急应变 不过车班时间不清楚 乘客是强烈抱怨 台铁也注意到了 重新征班调整 而不少乘客是纷纷表示 虽然不方便 但是可以体谅跟接受 玉里车站工作人员广播提醒 搭乘类火车的乘客换车接驳 918强正正毁华东铁路交通 台铁再度以类火车接驳的方式应变 第一天吹班少 时间不清不楚 等候区域又混乱 引发乘客抱怨连连 台铁因此重新征班调整 尤其也增加华东类火车直打车 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做一个鼓动车 可以花脸直打台东 然后在玉里这边做一个10分钟的休息 上厕所是这样 一直在持续在滚通室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班次增加 密度增加 除了加班车之后还有机动车 随时可以加入整个书运里面 所以那那个乘客如果在那边的话 等待的时间应该是半小时 半小时就可以有一班车 台铁今天起开始征班 修改上下车动线 同时增加随时机动车配合 滚动式的调整 不少乘客纷纷表示 虽然不方便但可以接受 会不会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 怎么说 怎么说 因为你要转车啊 像有的老人家不会转车 我便必须还要带着老人家到花脸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接驳交通 还是觉得可以配合 有没有什么觉得不方便的地方 这转程会不会很麻烦 不会还蛮方便 蛮方便哦 怎么说 以前都直达 对对对直达 就是说统关山被入 可是这个时间本身要转车 然后车上还蛮舒服的 铁路局指出 目前全力抢修灾害路段 在9月底之前恢复铁路运输 至于受灾严重的东里 新修固栏西铁桥 至少得要花上6个月的时间修复 而期间部里到玉里路段 仍延续类火车接驳的方式来运输 预计明年3月结束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